因为他住在乡下 他现在就交通不便 地先法师在观众寺处 他走了 有些信徒到观众寺去报信 走路去 一个来回三天 没有交通工具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例子 我们这里距离新加坡很近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新加坡老林长成光别 成光别是一个佛教徒 但是对佛教是什么 他不知道 一般的心中而已 到他生病的时候 他在挺进 生病就躺在床上 不能出去 跟李莫元居叔说 这个居士林 法师在那里讲经 听说有录像 那时候还是录像带 没有光碟 李莫元告诉他 有 你把那个东西搬回来 跟我听听 搬回去之后 他每一天 听八个小时 听八个小时之后 他就念阿弥陀佛 泪聊 就睡觉 醒过来 不是听经 就是念佛 念阿弥呢 他就透消息 给李莫元 他想往生 李莫元告诉他 不行 现在不能走 你走了之后 居士林会碍 这个人事方面不稳定 求他 现在不能走 他就答应了 又过了两年 你看四年 又过了两年 居士林人事都安排好了 他走了 走之前三个月 是他的家人告诉我的 他在一个指头上 写他日期 他好像是八月 初期还是哪一天 写了十几个 写了十几月 家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也不敢问他 就是那天走的 三个月之前 他把日期写了十几个 写在一张纸片上 欲知识之 他往生 前一天 找我 我就给他做三皈依 第二天就走路 走了之后 还出现了怪事情 走了之后 我们那些 这个这个 培训班的一些同学 四个人一半 能留帮他助力 日夜不间断